既表达观点并释放自我的脱口秀走红之后 综艺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随着马东憋出大招 德云男团向牙杀爱斗 开心麻花纷纷入局团宗 席剧综艺这个答案似乎变得清晰起来 喜剧市场没有人会嫌弃战友的市场多 这也是近几年喜剧团体频频露面综艺节目的原因 国内三大喜剧社团也纷纷加入其中 但没有想到象牙山爱斗团已经收官 斗笑社就剩最后一期的时候 开心麻花进行官宣了自家综艺节目即将上线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开其他两档综艺节目 而且出席发布会的除了玛丽没有到场之外 开心麻花的扛把子几乎都来了 这下德云社有点坐不住了 随即也宣布自家新出了一个综艺节目 如此的正面针锋相对的硬刚还真不多见 在此之前 辽宁民间艺术团的综艺节目 象牙山爱斗团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人们在网上看到了和影视剧中不一样的喜剧明星 宋小宝等人的综艺感也是拉满在线 紧接着第二季德云斗笑社也是如期开播 期间更是吸引不少人的关注 对于两大喜剧团体不住的圈粉 开心麻花怎么能够坐得住呢 毕竟开心麻花就是做舞台剧出身的 对于怎么逗笑观众 怎么找到观众急需的痛点 他们每个人都各有一套 所以开心麻花的首档综艺节目 麻花特开心也即将和大家见面 这次出席发布会的人是沈腾 艾伦和长远 三个开心麻花的搞笑扛把子 而玛丽因为个人的原因没有到达发布会的现场 网友们对于开心麻花能够做综艺还是非常的支持和期待的 毕竟开心麻花做喜剧小品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沈腾 玛丽 长远 艾伦 魏祥等人 多次登上春晚的他们对于小品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如果每一期的节目形势都和德云社一样的展现喜剧的基本功 那就再好不过了 毕竟网友们都期待开心麻花做出更多的不让人哭的喜剧小品 毕竟让人哭容易 让人笑可太难了 或许是为了应对开心麻花的新综艺节目 德云社在德云斗校社即将结尾的时候 又开设了一部全新综艺《青春首艺人》 和德云斗校社那种郭德纲 于谦 带着一群徒弟玩综艺不同的事 这档团综主要是向科普传统文化 这是一档室内综艺 由鸾云平带着徒弟和师弟孟赫棠 秦骁贤 以及九字科的几位进行录制 每期节目会有一位飞行嘉宾 鸾云平组织嘉宾们做游戏表演 呈现德云社弟子的台前幕后生活 在满足观众好奇心的同时 吸引了观众来了解传统文化 在综艺节目的发布会上 郭德纲也是寄予自己的年轻徒弟们 给大家奉献一出传统首艺节目 这对于喜欢德云社的粉丝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 德云社此举也被外界看作是 和开心麻花的正面硬钢 当然 也有的人认为 两大喜剧团体能够积极地做出好节目来 奉献给观众们 这对于网友们是一件好事